2022年国外网友最期待的十部重磅美剧 第十名月光骑士迪士尼出品 这个超级英雄角色被视作是漫威版蝙蝠侠 拥有来自埃及瑞两神的力量 在晚上超能力会随着月光而增强 尤其是满月 而且他相当富有 第九名和平使者HBO出品 曾经出现在X特遣队中的和平使者 现在有了自己的剧集 前职业摔跤手约翰塞纳回归扮演这个角色 而且他还组成了自己的小分队 第八名惊奇女士迪士尼出品 漫画中的女主角卡玛拉 是来自美国穆斯林家庭 她也是一人族的一员 拥有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后来加入复仇者联盟 惊奇队长曾经是她的导师 第七名女浩客迪士尼出品 女主角珍妮弗是一名律师 也是绿巨人布鲁斯的表妹 有一次她身受重伤后 接受了布鲁斯的输续 结果她身体产生一变 成了力大无穷的女浩客 第六名欧比望迪士尼出品 故事发生在星球大战前转三部曲十年之后 意外麦克格雷格扮演角第五首欧比望 她是第二位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 第五名最后生还者 HBO出品 本剧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 由美剧切尔诺贝利主创 与游戏创意总监共同打造 曼拿路人男星佩德罗帕斯卡 与权力的游戏女星贝拉拉姆奇 共同主演 第四名睡魔网飞出品 本剧改编自美国众神作者尼尔盖曼 为DC创作的同名漫画作品 睡魔是能控制梦境的王者 2020年曾经被改编成广播剧 第三名帕姆和汤米呼噜出品 这部明星传记爱情剧 角色原型分别来自著名影星 帕米拉安德森和她的前夫汤米里 故事主要聚焦他们的爱情和性丑闻 第二名指环王亚马逊出品 在电影指环王上映20年之后 这部魔幻剧著首次被改编成电视剧 本剧投资非常巨大 第一季就耗资4.65亿美元 号称史上最贵的美剧 第一名龙之家族HBO出品 本剧是魔幻神剧权力的游戏的衍生剧 但是故事发生在之前的200年 改编自乔治马丁的小说 火与血 聚焦龙妈家族的起源故事 喜欢欧美娱乐 关注焦龙电影 感谢收看 记得点赞和转发